每个礼拜如果有恐慌消息 一定会上头版的币安同学 又上了头版 他们对币安发起的诉讼里面 就有提到币安这个平台 有可能资助了潜在的犯罪行为 在2019年的2月 他们就得到了 向哈马斯的转账相关的交易资讯 GBTC的价格是我们可以判断说 主要的资金部位 认为GBTC能够变成现货ETF的一个几率 而这个几率显然在持续上升 这张图我其实蛮建议大家可以把它截图 然后放大研究一下 你可能是比特币现在已经 涨破了历史高点 你实在说牛市已经来了 但是如果涨破历史高点 当时比特币已经6万9、7万的价格了 如果你能够在3万买 你已经返北了 hello大家好我是脑哥 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 币圈周报是每周一晚间七点上线 为大家整理加密货币市场 一周焦点新闻的系列影片 我们有三个单元 上周焦点为您整理不容漏接的热点新闻 关键图表提供机构报告与链上数据分析 而在本周前瞻 我会分享接下来这周 加密货币投资人得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 下个礼拜全球最关注的焦点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组织的冲突会如何影响到币圈 以巴冲突哈马斯发动突袭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上个礼拜六10月7号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在清城派遣了数十名枪手潜入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动突袭 包括在街头像平民开枪等等 像以色列境内发射的数千枚火箭弹 那以色列总理呢也随即就表示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战争中 这已经不只是军事行动不只是局势的升级而是战争 那相信这个礼拜有在关心这个事情的朋友应该都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新闻报道 我觉得其中这一段很恐怖 放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以色列他们在回击哈马斯的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回击巴勒斯坦地区 当下其实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况 就是原本这个恐怖的组织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那他攻击以色列不只是攻击以色列的军队 还攻击到了平民 那以色列官方跟军方的回击也是 就是不只是对军队的攻击 而是对平民民防什么之类的 也都发射攻击 很多的触目惊心的画面我这边就不多放 我想无论你是在地球上哪一个地方的平民 我们都不希望战争的发生 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政权在背后操作 那受伤的一定都是平民 无论你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哪边 这些国际大事我想都是比起币圈来说 我们都是要关注的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币圈的投资人 这个事件很明显的非常直接影响到币圈 看懂尾巴冲突 哈马斯是什么为何突袭以色列 背后秘密势力称要与最加密货币的影响 那如果你不知道呢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其实从好久以前就有这个世仇的关系 就是为了做这期影片我稍微去查了一些资料 然后发现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关键字 如果你打上冲突之类的字 你基本上都会看到一些2021年2019年甚至更之前的 就是这两个地区他们本来就不对付 由于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到纳粹破坏 在国际同营气氛间联合国成立后便协助犹太人复国 而当时的犹太复国运动移居地点就定在巴勒斯坦地区 其中首都耶路撒冷同为基督教 伊斯兰教跟犹太教的圣地 1947年的时候联合国透过分治方案 让巴勒斯坦国近55%的土地分开给犹太人 次年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基本上就是犹太人 正式建国 八国的原居民只能外逃到加萨地区 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等国 那我并不是这代历史的专家 可是基本上这片土地背景的概念就是 当地几乎都是阿拉伯人 然后有一小只犹太人 他们就是以色列 然后国际情势 我想以美国跟英国为主的联合国代表 就是支持这一派人 因为他们毕竟也是基督教背景 于是他们就支持他们在那边建立以色列 那可想而知那一代又是石油的资源 又是宗教的冲突 也许还有一些水源的冲突 跟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可能 这两个宗教就一直有战争 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 所以就石油冲突 那这一次的爆发就是哈马斯开始攻击 那这次的爆发刚好也是发生在 之前有一次赎罪日战争的几十年周年 根据哈马斯官方的说法 是他们已经忍无可忍的一个情况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影响到币圈呢 由于美国长期向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而伊朗又是这一次以巴冲突中 比较主要的对巴勒斯坦的金流 跟军事武装的支援来源 所以说势必会被更严格检视 这些加密货币的流向 所以各大交易所可能都会被更严格的检查 钱包的地址如果加大助长这些恐怖行动 就是现在联合国已经判定 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了 如果助长他们的行为 可能会被视为恐怖行动 进出中东的金流 协助攻击设定用款的可能 都会被冻结钱包或者甚至被起诉 那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 如果没有在往中东地区打钱 可能这个不是我们最需要担心的 我们最需要担心的 也最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肯定就是币价 那币价的话呢 没错 这一周每个礼拜如果有恐慌消息 一定会上头版的币安同学 又上了头版 以巴冲突背后的加密战争 加密筹款上亿美元币安躺枪 币安为什么在这次又躺枪了呢 除了在这边PN News报道中 提到的以巴冲突升级之后 以色列跟币安合作 准备冻结巴勒斯坦基金组织 相关的加密货币账户 此外呢 更严重的是在此之前 币安就曾经被指责 纵容过恐怖组织进行加密交易 2023年5月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在加密交易所币安查封约 190个加密账户 有两个跟ISIS伊斯兰国组织有关 还有数十个跟哈马斯组织有关的 巴勒斯坦公司所有的账户 路透社表示 币安有意的保持薄弱的反洗钱控制 从2017年以来 币安已经为寻求逃离 美国禁令的犯罪分子 跟公司处理过超过100亿美元的付款 如果说这些转账到哈马斯组织的账户 都是币安上面的用户使用的 那可能没事 但是如果这个背后有涉及币安自己资金的运作的话 那这个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些 一直在找币安小毛病的监管单位 一个很容易做文章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Adam Corcoran的贴文 他就引述了在今年的 应该是3月还是5月的时候 当时美国相对对加密货币监管 较宽容的那个监管单位 CFTC 他们对币安发起的诉讼里面 就有提到币安这个平台 有可能支柱了潜在的犯罪行为 举例来说在2019年的2月 他们就得到了向哈马斯的转账 相关的交易资讯在币安上面发生 而且当时币安的合规长这位Lim 还笑着回应说 这个转的钱这么小才600美元 这个甚至不够买一柄AK47 那言下之意呢 就是哈马斯现在变得这么的有名 这个交易可能就会再度被调查 那当然我想这件事情 即使是监管单位想要向币安定罪 也不可能是说 今天如果币安的用户 刚好是那个地区的人名 那就是币安有问题 那币安对此也有回应 他说这些新闻媒体呢 常常故意遗漏一些关键事实 就是币安的政策跟流程 都符合反洗黑钱跟反恐融资的要求 他们提到一旦交易在区块链上得到验证 加密交易所就不可能阻止 或撤销数据资产的存款 而当他们了解到不良行为时 他们会进行干预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包括冻结资金 与执法部门合作 以支持调查 也就是币安现在来做的事情 所以说呢 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又影响到了币安 所以像我们每周说的 今天如果说币安发生了一些 FUD的消息 像这一次 甚至是他们有可能会被恐怖攻击牵连进去 我第一件事情都是先去看一下 币安的资产储备 有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那这一次呢 就像很多次的FUD一样 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对我们币安用户来说 最怕的还是FTX事件再度发生 而FTX事件的关键 就是上面的资产被大量提出交易所 那除了币安平台以外 这个战争当然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币 除了一些小币以外 比特币很明显受到影响了 美股续长 比特币跌破27k 常债值利率维持高位等同升息 那这个礼拜呢 联总会官员近日频频放歌 多位官员中指出 如果长期的利率维持在近期高点附近 且通波持续降温 他们可能就不会再需要提高短期利率 那这件事情也让美股硬生上涨 可是呢 比特币却很明显受到了这个 尾巴冲突的影响 而且尾巴冲突 并不是让它发挥到数位黄金的影响 反而是跌穿了短期的支撑线 跌破27k美元 那比特币等等的主流资产 在这一次战争冲突的影响 我们把比较深入的分析 放在关键图表的单元 以及这次的战争 牵连到其他小币的部分 我们放在更后面的单元 有心的朋友可以直接 从实验说记选来看 下来我们看到 SBF前女友二度出庭猛发爆料 贿赂中国官员 要求监管机构打牙必安 以及泰国妓女的假身份 这个FTX前CEO SBF她的前女友是Alameda Research的执行长 Karolin Allison 那这阵子呢 FTX的诉讼就是有很大的进展 虽然说San Bacon Free SBF本人呢 持续都是否认她犯下这些罪行 但是她的几个同僚 包括Allison还有Gary 都持续的认罪了 Karolin表示说 她觉得如释重负 终于不需要再说谎了 她对于失去工作 以及他们所背叛 那些信任他们的人 感到非常抱歉 那上个礼拜的听证会 爆出了很多很重大的消息 但是其中可能很多 大家都有猜得到 包括他们伪造了自己的资产负代表 包括SBF要求她挪用客户的资金 包括他们花了1亿美元 去贿赂中国的官员 拿回了10亿美元 被中国扣押的资产 以及包括他们要求监管机构 打压必安 以及他们对Genesis欺骗 也是资产负代表的部分 甚至包括她的一些 不修蝙蝠的形象 SBF有一张躺在办公室睡觉的照片 非常有名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就是我们要相信这样子的工程师 他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交易所 但是结果那些也都是他们塑造出来的 总之就是这个案件 就是越来越水落石出啦 但是相信大家最关心的 可能还是FTX上面的钱 能不能找回来 那这件事情 如果还有额外的进度的话 我们也会每周分享给大家 那上个礼拜下跌的币 除了比特币以外 大家应该会发现说 跌最惨其实是以太币 其中一个原因 很有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 以太坊基金会 卖出了部分的以太币部位 那以太坊基金会呢 据我进币圈以来 他们都是最擅长在高点 卖出以太币的组织 这个在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也有提到 就是基本上每次以太坊基金会 只要卖以太币 接下来以太币就会走一波跌势 即使说以太坊 他们是用OTT的方式卖 不是直接砸盘 那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也会恐慌 或者是投机去卖出以太币的部位 所以才发生了这样子的联动 然后再搭上这次的尾巴冲突事件 可能就是这个礼拜币价回调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当然有人担心说 为什么以太坊基金会要卖以太币 那他们的回应是说 基金会其实本来就是会固定 卖出以太币的资产来换取 确定未来五年 还有资金可以营运的资产储备 所以叠价的很大的理由之一呢 是基金会卖出 而卖出的理由呢 不用到太担心了 那之所以不用太担心呢 是因为这个礼拜除了币价下跌以外 也是有不少基本面的好消息 首先第一个是灰度暗游解 比特币小幅上涨 这个是比特币叠价之后 之所以没有叠太深的原因之一 彭博社ETF分析师 James Seifert推文表示 由于SEC在周六五月截止前 没有向法院提出上诉 灰度跟SEC的对话将于下周开始 SEC很有可能在未来两周内 对灰度的GBTC转换为 比特币现货ETF 这个申请做出新的回应 如果你听不懂这什么意思呢 可以看图 这个图是GBTC的折价 原本在去年差不多FTX事件的时候 差不多GBTC的折价大概有50% 就是说人们愿意用比特币市值的半价 去抛售他们的GBTC资产 因为他们觉得GBTC很糟 可是如果GBTC能够变成现货ETF的话 那他就会跟比特币是1比1的价格 所以GBTC的价格是我们可以判断说 主要的资金部位 认为GBTC能够变成现货ETF的一个几率 而这个几率显然在持续上升 目前GBTC的折价已经缩载到16.59% 远低于今年年初的46% 而社群也燃起了其他比特币ETF一同通关的信息 那我们都知道 比特币如果变成现货ETF的话 除了资金流进来可以更容易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 就是宣告其他人监管对比特币这个资产的合规性的一个判断 而这位传奇的对用资金投资人Paul Tudor Jones 也在这个时期发表了 他喜欢比特币跟黄金这样的论述 即使说比特币跟黄金在这次战争的走势并没有相同 这个我们关键图表就会有深入的介绍 但是这些优秀的投资人 他们从来都不是看价格在决定他们的想法 而是他们看中某一个想法 他判断这个是对的 他就是这样的去投资 而这样子的人才会是引领接下来价格走势的重要关键 还有谁也是这么重要的人呢 渣打银行有可能是吗 渣打银行表示 以太方2026年年底上汉8000美元 所以曾单月在LIDO值押了9万颗ETH 那曾在今年7月大胆育龄2024年底 比特币价格有望到12万美元的渣打银行 本周三对以太币的价格预期 他判断到2026年年底 以太币可能会从当前的1600美元左右上涨至8000美元 为当前币价整整的5倍 而且他们的加密货币主管这位Kendrick 还表示说8000美元还只是长期结构性估值 区间26000到30000美元卖出的第一步 就8000美元这个5倍的涨幅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可能有更大的成长 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游戏跟代币化的现实应用 将会支持ETH的成长 那除了渣打银行以外呢 我们币圈的孙哥孙宇诚 可能也是还蛮看好以太币 尤其是以太币指押的 他在这个月在LIDO上 已经指押了超过9万枚ETH 根据电商数据分析师LedetaNerd的检测 与孙宇诚相关的钱包 过去一个月向LIDO总计 指押了9万枚ETH 价值约1.46亿美元 他看来是仍然相当看涨 下个我们看到 Placeholder的合伙人 以太坊相较于Selona 就像Android相较于iOS 这个我在我们频道刚出现的时候 我就拍过一个影片 向大家介绍什么叫做以太坊 当时其实我就形容以太坊就像Android 我觉得还蛮巧的 所以以太坊是区块链世界的Android 有趣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Android是独大的手机的作业系统 那不是还有一个iOS 在区块链界呢 也有许多人自称他们是像是iOS的存在 如果没有记错 我在当时的影片可能就有提到说 以太坊 我们可以形容它成一个作业系统 它可以帮助很多人在上面 建构去中心化的APP 就像Android 帮助大家可以在手机上面建构 正常APP一样 而这个市场如果是用类似的模式发展的话 最后这个市场上不会有太多的作业系统存在 像电脑可能就是Windows或者MacOS 不会有太多 那手机Android iOS也不会有太多 相比现在的一大堆蓬勃发展的L1公链 最后很有可能就是收敛于 以太坊神态系的EVM Layer2等等 以及一两只额外有非常强潜力 或者是性能的区块链 可以出现 那如果用现有的东西比喻的话 很可能就是iOS 那其中一个可能可以符合这样的形容 可能就是Selana 那详细的对比呢 由这篇这位Joel 就是Placeholder的合伙人有比较完整的描述 有信心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下期我们看到 DeFi熊市团灭 全网TVL跌破360亿美元 收益率不敌传统金融 这个在牛市的时候 上一波涨最多的是DeFi 那现在这波熊市 确实DeFi的声音也是小了很多 随着加密货币市场 陷入熊市周期 DeFi金融未来的叙事 似乎正在逐渐示围 据DeFiLAMA的数据显示 截至10月13日 DeFi全网的TVL 已经降至不到360亿美元 这个是2021年2月以来的新低 就连在去年4月 这个数值都有1635亿美元 那DeFi的TVL大幅的下降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也是它的收益 现在不敌TradeFi 就是传统金融 现在我们知道 美国的殖利率一直在上涨 你如果把钱放在美国公债 你的收益可能都比 在一些DeFi平台来的高 那自然而然 大家会知道说 美国公债的安全性比DeFi高 所以钱当然就流出去了 我觉得在熊市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当然如果这件事情持续下去 确实可能会对DeFi上面的创新 或者是吸引新的资金进来 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当然也是 很多DeFi项目 现在都转而在追寻做RW RWA的原因 RWA就是真实事业资产 把真实事业资产的上链 然后放在区块链上面 用比较去中心化的方式 提供给链上的玩家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 看起来在未来 只会越来越被重视 那我想DeFi在这段时间 之所以比较不受用户的青睐 除了传统金融的收益率 在上升以外 还有另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今天使用这个DeFi平台 你最后 你其实看的不是 它的界面顺不顺 或者是 它的收益率高不高 有时候的时候 你光是会不会关注到一个平台 就是它的币涨不涨 那DeFi币从DeFi夏天以来 被人家诟病的一个点就是 因为它会做流动性挖矿 所以它的市场上的代币的 稀释的程度会很快 通货膨胀实在是太高 所以币价都会一直跌 这个是很多的DeFi的币价 在牛市之后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起色的 很大的原因 那其中一个呢 有可能就是 币安智能店上的 最大的DeFi平台 PancakeSwap 只不过 为什么我们总是 比较倾向于去使用 或者是介绍这些比较主流的平台 就是因为这些大的平台 它在牛市表现好之余 在熊市市场不青睐它的时候 它也是会持续的开发 并也试图改变一些东西 像近期他们就释出了上一个月 2023年9月的 Cake币烧毁的这个报告 就一般来说 每一个月这些DeFi矿币 都可能都会挖出来很多 你看到它通货膨胀 不要太高 你可能就要高兴了 但是呢 PancakeSwap 这个币安智能链上 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它这个月的总产出 甚至比总销毁还要少 这个月 这个人家一般以为是 矿币的一个币 竟然也进入了小量的通缩 当然通货紧缩不代表说 Cake这个币就会涨 我看到的是这个项目方 有在很积极的解决 自从2020 DeFi Summer以来 这个对所有的DeFi项目来说 都很大被诟病的这个问题 而积极的讲 如果这件事情被解决 伴随着下一波加密货币市场 如果有牛市在出现 这样子有在持续改进 跟优化的DeFi平台 就更有可能被大家看见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总DeFi的TVL在下降 如果你看单一平台 其实有一些平台 他们的成绩是在上升的 以Pengaswap V3为例 过去一段时间Pengaswap V3 不但在币安链 以太坊 Arbitrum 1 Linear OP BNB等链都上了 而且他们上面的TVL 也是在逐步上升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的界面 我不建议我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真的去使用过 Uniswap以外的DeFi 其实用起来基本上是一样 而且只会更简单 就是你连接你的钱包 之前我们介绍DeFi的时候 几乎都是只有单链 但是现在基本上他们多链都可以用 你如果是用OK的钱包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右上角这边 非常简单的切换到 现在这个平台要使用的链 Pengaswap V3 他们主要就是在币安智能链上 然后连接钱包 好那我就连上了 我就可以在swap的地方做交易 我可以在earn的地方做流量性滑矿 甚至现在这些DeFi平台 他们也都有合约交易的功能 我想很多看我观众朋友 在币萱做的最多的操作 可能都是合约交易 然后大家可能看到了说 中心化交易所可能很危险 你们也觉得说去中心化比较重要 可是去中心化好像没有合约 或是杠杆交易的服务 其实都有了 现在很多很多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都提供了合约的交易 像Pengaswap就是其中一个 你可以在这边开到最高 150倍的杠杆去交易比特币 当然我们不会建议开那么高 而且你还可以选择市价跟限价单去开 很多的中心化金融做到的事情 在去中心化金融 即使你现在觉得他们的币价在跌 即使你觉得他们的TL在降 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把他们的服务 做得越来越完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 下来我们看到深度解析3A链流大作 BigTime打经广潮或将重现 上个礼拜这个BigTime好像是发毙了吧 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 跟BigTime有过一个小小的合作 我对他最大的印象 就是他背后的团队很厉害 然后他的创办人 好像也是某一个DeFi大佬的亲兄弟 然后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3A级的游戏大作 就是不是像2021年大部分的GameFi 都是说你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然后赚钱 以赚钱为主 那BigTime呢3A级的游戏 他主要是你真的是可以玩的 而且你在玩的过程中 可以赚到钱 所以有趣的朋友的话呢 这篇PN News的文章整理的 蛮详细的 可以研究一下 下来我们看到 成为市场最快的区块链 TUN10月31号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Telegram的加密货币项目 TUN 根据TUN基金会的公告跟新闻稿 这个新兴攻略 试图挑战成为市场最快 最具扩展性的区块链网络 以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将会在台湾时间的10月31号 晚上11点进行效能测试 他们会跟阿里云等服务商合作 为见证节点设置256台伺服器 并启动单独的TUN区块链网络 进行效能测试 那我不知道说区块链的速度 还可以上金氏世界纪录 这个蛮酷的 也许这件事情会对TUN的币价 造成一点激励吧 所以10月31号之前呢 大家对这个项目可以了解一下 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好笑的 连锁招式Trader Joe 状告同名的去中心华交易所Trader Joe 就是如果你有用Avalanche 学崩链生态的话 基本上你都用过有一个交易所 叫做Trader Joe 他就Avalanche上面最大去中心华交易所 那这个名字呢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肯定知道他是一间大卖厂的名字 叫Trader Joe 对就是这样 然后他告他 我不相信这是什么意思 但总之呢 Trader Joe的创办人 就告这个家园平台 他说他们故意选择相似的名称 用超市品牌跟神语 获得商业利益 如果说这个能够获得商业利益的话 我之后做的DeFi平台 我也要叫做沃尔马 就可以吸引到另一波的金流 你们要透支 好紧接着进入本周关键图表之前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小记者跟剪辑师 每个礼拜花十几个小时 帮大家整理一周的新闻大老师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们按个赞支持一下 那第一个图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战争发生的时候 对各个资产走势的影响 那首先呢 截至到上礼拜五呢 美国的S&P500上个礼拜表现涨的 周一开盘到周五收盘时 约上涨了0.9% 被认为在战争时期 是避险资产的黄金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黄金的价格 整体趋势向上 这个礼拜上涨了1.5% 而比特币呢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战争开打之后 它就是一路走跌 到周末的时候 才稍微有要挥上的态势 很明显跟这群说着 比特币就是数位黄金的人 预期的并不相同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 除了说这个礼拜 对比特币市场有影响的事情 不只是战争以外 我们如果单就战争来看 我们可以看上一次 国际上面有大战发生时 比特币的走势跟其他人的关系 那上一次开战呢 就是2022年的乌尔战争 当时当美国首次宣告说 这个战争随时可能会开打的时候 比特币市场是直接是一个大跌 但是不曉得大家也记得吗 随即比特币市场上 价值储藏的论序 就成为了主流 所以当俄罗斯真的 他们开始打仗的时候 比特币的价格的回弹 却又是比其他资产来得更好 跟上一个礼拜的走势来比的话 这一段的走势就像战争刚开打的走势 如果说价值储藏论序 能够在未来发酵的话 其实比特币的币价是有机会回来的 当然这件事情 在现在我录制的时间点是不知道的 我们只能从上一次的战争来推敲说 如果说战争真的会对比特币影响 它是会让比特币继续的往下跌 还是在恐慌情绪过去之后 大家会逐渐的想起来说 其实比特币在这样的时期 有可能是更安全的资产 那这个答案就只能交由 接下来市场为我们揭露 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来自Glassnode的数据图 这个是比特币短期持有者 用亏损的状态转进交易所的数据 那这个黑色线是比特币的币价 那橘色线就是短线比配率玩家 用亏损的状态把钱转进交易所 也可能就是亏损卖出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这件事情发生 是在差不多的9月初 当时比特币直接从3万跌到2万6 那再上一次就要回溯到2022年的12月 就是FTX事件了 而当这个黄色的尖尖 超过这条黑线的时候 其实就意味着短线的比特币玩家 对市场突然上市的信心 而你可以发现在过去两次 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比特币的币价 接下来有慢慢的在回升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预测说 这一次短线的抛售 会让比特币接下来的市场 逐渐的回升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一次随着 这个以太坊基金会的卖压消息 以及这个战争的恐慌消息 大部分选择抛售比特币的 其实是短线的交易员 换句话说 长期的比特币持有者 在这一波的卖出 跟这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还是比较小的 那下一张图我们看一下 这个机构在CME上面的交易员 对比特币跟以太比的偏好 应该很明显的看出 在过去 这个是K33 Research的一个数据 这个长条图如果落在上半步 就说明当时机构投资人 更倾向于比特币 如果在下半步 就说明投资人更倾向于以太币 你可以发现 差不多在2021年的年底 这个局势就有点反转了 2021年是牛市 大家是比较喜欢以太币 而到了熊市 大家发现说 比特币似乎是更值得喜欢 这个很有可能也跟 比特币现货ETF 越来越逐渐通过很有关系 尤其在9月跟10月的时候 连续两周这个比例都超过5% 所以说如果这个趋势 短期内没有转变的话 可能未来一阵子 比特币的走势 都是会比以太币强一点的 下个图我们看到 比特币减半的周期 这张图我其实蛮建议 大家可以把它截图 然后放大研究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比特币有4年的周期 然后我们都在等 比特币暴涨的牛市周期 可是通常我们意识到 它已经进入这个周期的时候 就已经在半山摇了 就是如果你只想着说 牛市什么时候来 那你意识到的时候 牛市早就已经来很久了 你可能是比特币 现在已经涨破了历史高点 你才说牛市已经来了 但是如果涨破历史高点 当时比特币已经 6万9、7万的价格了 如果你能够在3万买 你已经翻倍了 但你需要到涨破历史高点 你才相信说 这个是牛市现在应该进场 很有可能很多人相信的时候 当时已经晚了 所以说去把这个4年一次的周期 把它切分成 什么时候是上涨周期 什么时候是平盘周期 什么时候是下跌周期 其实对于你去预测说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去替牛市布局 会有更好的帮助 像这张图 这个2016年的7月 这是一次减半 2020年的5月 这是一次减半 接着在2025年的4月 这里也是一次减半 你会发现在前面两次减半周期 比特币都走了一波 上涨下跌平盘 上涨下跌平盘 上涨下跌 接下来可能就会是一个平盘的状态 而这个平盘的状态 其实在2022年大概11月 可能就进入这个期间了 这个图给我的想法是什么 关键不是在抓 牛市起张点是什么时候 而是熊市跌到哪里算个尾 其实如果你能够抓到熊市的尾巴 是不是就像你能抓到牛市的开头 一样有价值 那根据这个周期呢 我们的平盘大约要有73个礼拜 而这73个礼拜 其实大概也过了超过一半了 差不多可能在几个月 就会进入这个周期 所谓的牛市周期了 所以说确实很多的比特币投资人 现在他们的想法都是 他不认为大牛市现在就会出现 可是如果现在比特币 再给我一波可能什么三成 或者是减半的跳楼大拍卖 那个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进场超低的点 因为对他们来说 现在这个周期 已经不是一个大跌的周期了 所以就是一个越跌越便宜的状态 不够成投资建议给大家参考 好 紧接着我们就是本周前瞻 那这个礼拜最重要的新闻跟叙事 当然就是以色列概念币 PN News这边盘点了 19个值得关注的以色列概念币 总结出基础测试跟DeFi是主力军 那具体哪些币跟他们在做哪些项目呢 有些朋友可以在这边文章主要来看一下 其中包括Layer2的开发商Stark 以太坊的基础直加设施SSV 这个之前在社群听说什么 他们的创办人好像被征召入伍了 还有前阵子上币安IEO的这个EDU项目 手上只有这些币的朋友可能在尾巴冲突还在进行的期间 可能都要关注一下相关的消息 有没有可能你的项目方受到什么样大的影响 或者是这个冲突如果结束之后 只有以色列官方获胜的话 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利好的情况出现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下一个前单我想要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推特大V Alex Vesey的贴文 因为前两天练新闻的Wade刚好找我去聊了个天 然后我就感觉到他对加密货币市场现在的近况 非常的非常的悲观 那说实话我觉得现在要悲观是非常合理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在现在 你看到贝莱德的消息出来了 你看到每个礼拜好像都有各种利好消息出来 照理来说都要拉盘的消息 但是币价都没有涨 如果你是每天都在关注这个市场 甚至每天都试图让自己乐观起来 参与社群的人肯定都会累 但是Alex没人跟你说什么 他告诉你今天已经是加密货币市场 进入熊市的701 大家看到影片的时候可能已经更多天了 在30天之内 这个熊市周期就会完成完整的两年 两年前的11月10号 比特币是历史的高点69000美元 而在41天之后 近期的历史低点15000美元 也会喜逢一周年 而在整个2023年 我们已经经历了整个链上的活跃度下降 稳定币市场的市值下降 数以百计的骇客事件 于是人们自然而然的会预期 这些事情都会持续的发生 但是尽管以上讲的全部都是事实 你依然在这边看着我写的这篇文章 看着我们录的这个影片 市场很大的一个重点是 这些叙事的机会从来都没有被取消 而这个是你我依然在这个市场的很大的原因 在2023年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这个是熊市最无聊的一年 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论序 从NFT、AI、LST、OP的生态、ARB的生态、NFTFi、Kento、PayPay迷因币、比特币Ordinous、LSTFi、GambleFi、TelegramBot、Base生态与FrentechWeb3社交 以及接下来可能会逐渐放大的RWA赛道 其实你这样回秀去看 有趣的事情在熊市也是一年都不少 而且他这边也提了一个很大的重点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今年就结束了 现在要退出已经太迟了 而2024年注定是会是一个更有趣 而且更多大事件的一年 所以他的结论我觉得写下的非常好 现在我们应该要专注在累积 而不是投机预期 分享给大家 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本周 这个可能就是在我们熊市的最后一段 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保有的一个正确的心态 因为你现在要退出也来不及了 下来我们看到下个礼拜10月25号 Meta就是Facebook、IG、Thread 他们贝偶的公司 也是积极在发展元宇宙的这间美国巨头 下来10月25号会有财报出来 相信他们的财报可能会直接对加密货币的元宇宙赛道 有比较直接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在关注元宇宙甚至是游戏之类的 可能都会留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那之后我们看一下代币解锁的消息 在10月20号台湾时间的晚上9点10分 这个也是一个游戏的矿币 AXS 还有11.5%的大额解锁 高达6500万美元 那一样 通常大额解锁可能伴随着币价的抛压 可能价格就会跌 那项目方有可能会在那个项目之前 做一些拉盘的动作 或者是这个消息可能会提前反应在币价上 所以有在关注AXSINFINITY的同学 或者有这个部位的投资人 你就要留意一下 好啦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币圈周报 每周都有看的朋友都知道 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在这个我最后结尾跟大家聊聊 一周心得的阶段 就会放一下我Frentech room里面的几个holder 包括最后买一个买key的人 key持有最多的人 还有其他的 基本上只要你有quotes retweet 转推 我在推特上面放的周报内容 你就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些你的曝光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的观众讲的话 或者是我觉得说 你这个礼拜的这篇推文 特别有想法 值得给大家看 我就会在这个地方播放一下 那上个礼拜 我们周报是用了一个 比较看好市场的态度去讲 就是说六大利好消息什么之类的 随即币加就直接一个暴跌 无论是什么原因 但总之随即币加就暴跌 我自己的赖色群里面 大概亏我是反指标 可是我发现说 在YouTube的周报下面的留言 去无论是骂我 或者是嘲弄我的人比较少 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怎么会这样呢 就正常来说 不是都应该笑说 你说要涨结果跌了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应该这样的人应该很多吧 我觉得可能像Derek 就去关于日报 他也常常有这样感慨 就是常常他觉得说 他讲一些很polarizing的东西 应该观众骂的人比较多 可是也没有什么人在骂他 就这样想想 其实也蛮感动的 就是无论你是新观众 还是老观众 在加密货币市场 现在这么糟糕 我们已经在熊市 已经700多天的市场 你都还愿意花20分钟 甚至30分钟 来看这个礼拜加密货币的新闻 很有可能你也跟我一样 已经培养出了这个 短期的币加波动 不会太影响到你的心情 因为你看的都是 我们这每个礼拜 到底什么机构做了什么事情 什么项目方做了什么事情 谁做了什么好事 谁做了什么错的事情 等等的 这些才是真正影响 未来两年三年五年 加密货币牛市 可能会开启更重要的原因 那这个也是我们 为什么现在会选择 继续去囤比特币 跟关注加密货币市场的重要因素 所以还是给大家按一个赞 感谢大家持续的支持 你能看到这边 其实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那我们差不多就到这边 祝福所有受到 尾巴冲突事件的难民 或者是亲人朋友 都可以更好地受到安置 希望这样流血冲突 可以遭致结束 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区 分享你对接下来盘事的看法 以及对这次的尾巴冲突事件 表示的关心 好那这集周划就到这边 如果这个礼拜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 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 订阅我的频道 让YouTube演算法知道 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 所以比特币就会涨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 那这样 我是脑哥 我们下一集再见 Peace Remember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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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